这一天都很疼啊 医生 这问题可很大了 什么啊 我得立马给您的手术再吃 这手术无必了啊 医生 好吧 好的 乖乖乖 抱好 你去哪儿啊 林老师 你妈怎么还不回来呢 我到门口看一眼就好了 不行 我现在胃长得脆弱 我这面离不开人呀 爸爸不走 爸爸不走远 好好疼呀 笑笑 乖啊 我马上回来 那个那个 我一会儿 医生 医生 正好 正好 我女儿 急性男伟严 她疼得很厉害 你 你帮帮看一下吧 不用着急 我 真的很疼啊 医生 你忙你的 不用管我 借 借我衣服用几分钟就忙 不是 你到底是谁啊 我是一副钟票 没错 不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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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就是你 正常人的心率 是每分钟七十到八十下 而你现在的心率 已经每分钟一百三十下了 我还保卫科吗 有一个非常可疑的人物 请你们现在立刻过来 是急性蓝尾炎是吧 不着急啊 我检查一下 把手放开 疼吗 疼啊 疼 疼 蓝尾炎不是应该在这儿吗 是吗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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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一天都很疼啊 医生 这问题可大了 是的 嗯 我得立马给你手术才行 这手术无必了吧 医生 你们这是不是有点仓促啊 不检查就直接手术啊 是 医生 这个要慎重 手术有危险吧 病患家属放心啊 任何手术都会有风险 但是你放心 我会尽量把这手术风险降到最低吧 医生啊 我觉得 经过您刚才那么一检查吧 我这个肚子啊 现在好像没有那么疼了 我觉得不用做手术了 我见过太多像你这样的病人了 都以为急性蓝尾炎不是什么大问题 越拖越严重 拖到后面量产大错 小薇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好的 顾医生 稍等 等一下 我的手术突然好了 我好了 真的 林老师 我没事了 你 对不起 我错了 我装的 我其实根本就没事 那实际上您不来嘛 我也没有办法 只好除此下策 林志孝 你 任性妄为 你不知道我会担心吗 你不知道这是医院吗 医院禁止喧哗 好的 我对不起医生 既然没有病的话 就出去吧 我没病 她真的有病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她需要住院检查 不好意思啊 医生 我们不是故意闹的 我们就是看那床 暂时没有人 所以就借用了几分钟 十四床的病人 术后麻醉观察 随时可能被推回来 你们这样占用他人床位 是违反医院规定的 知不知了 对 对不起 对不起 走 走了 走了 晓晓 手续办完了 咱们去找那个顾医生吧 气烟砸了 你们跟我去一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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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啊 你小他 你小他 他开玩笑的 对不起了 顾医生 二十七床紧急情况 吓死我了 已经证实是慢性炎症 也就是胃溃疡 那 您的意思 不是癌症 从报告结果上来看 是这样的 那太好了 太好了 但是他的溃疡情况比较严重 我们建议他定期随访 按时服药 每三个月到半年时间 做一次胃镜检查 其实你们家属可以考虑一下 让他入院规范治疗 当然我们也只是建议一下 没问题 我回去就跟他们商量 好 好 谢谢啊 谢谢 小薇 顾医生 有个叫林静国的患者 是哪位医生负责 是高医生的 把他资料调给我看一下 这是他的病历记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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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